- 天天好想要,天天都想要- 要吃吃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劉均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 好,歡迎來98新聞檔,你要說的是非要不可- 我讓你非要不可的劉均耀- 瘦耀耀,又到禮拜四,耀進全世界- 咱們這樣是市府月刊的總編輯- 朱吉忠,朱總,朱總,朱總你好- 你好,各位聽眾大家好- 那個最近- 最近你的- 那個投資的- 獲利狀況如何- 最近投資獲利的狀況如何- 穩定啊- 穩定- 以最近這半個月來講- 這半個月來講- 還不錯嘛- 真的啊 - 你會受到任何的波值- 因為我有投資泰國股市嘛- 是- 泰國股市越來越好了- 對- 所以看起來- 然後我有投資巴西嘛- 打完世界盃好像也沒垮- 很擔心,很多人擔心是打完世界盃就垮了- 因為那個總統好像快- 沒有辦法連任- 是- 結果- 而且還有外資居然跳出來說- 總統沒有連任,那是利多- 對對對對- 跟台灣有點像- 爛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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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掉了 - 總統不能讓他連任,所以說巴西也賺錢- 巴西看起來也還不穩定- 對- 然後台股也還不錯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最近大家可以特別注意的是- 台幣的狀況- 台幣喔- 對- 因為一個國家- 國代裡面就有啊- 你有很多嗎- 沒有很多就是這個- 台幣要注意什麼- 因為台幣齁- 我們看一下齁- 我最近把這個 - 我們最近下一期要寫的一篇文章- 對- 然後我們就提前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怎麼好意思呢- 就台股為什麼- 最近會吸引外資一直流入-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作者- 就幫我們做了一個分析- 其實我們拿了一個指標來看- 我覺得看了就很有道理- 是- 就台幣相對於韓環- 就是我們跟韓國的競爭- 對- 那你怎麼可以解讀這件事情呢- 一方面我們從產業面的角度來看 - 解讀的話就是說- 台灣的手機產業- 跟韓國的手機產業- 從手機- 最終端的成品- 一直往上延伸的整個供應鏈- 是- 的一個競爭- 這個競爭的態勢- 最近看起來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對不對- 因為- 因為三星的- 市長他們銷- 對- 因為三星的手機的狀況- 賣的並不是很好嘛- 對- 然後我們的HTC雖然賣不好- 可是我們另外幫人家代工的- 蘋果- 看起來用心機要推出- 對- 然後我們的HTC雖然賣不好- 可是我們另外幫人家代工的- 蘋果- 看起來用心機要推出- 對 - 所以整個蓬勃發展- 對- 所以讓我們的整個產業的能見度也好- 或者是產業的這個成長的幅度也好- 看起來是比韓國人好的- 那所以這個- 看起來- 所以從產業面的角度來講- 我們看起來是比較- 有機會往上走的- 是- 那可是- 從B值的角度來看- 那就更有趣了- 雖然我們的產業- 看起來好像- 中短期- 是比韓國的表現好- 因為在- 單單就手機- - 這個產業來評比- 對- 可是就整個經濟面的- 成長的狀況來講- 韓國的經濟成長是比我們好的- 他們其他方面- 因為其他- 他有很多的產業- 對- 譬如說他也輸出他的營建業- 他也輸出- 甚至他連核電廠都努力在輸出- 然後他也輸出汽車- 這次巴西四足賽- 最大的汽車贊助商- 就是現代汽車- 他們很會- 很會在這種國際世界- 搞這種直接的置入- 那當然做品牌- 你看奧斯卡金像獎頒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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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做品牌- 當然就是你最好的置入的機會- 可是你的意思是說- 韓國有很多東西在輸出- 那我們台灣都沒有嗎- 相對比較- 相對我們的品牌沒有- 我們汽車有輸出嗎- 喔沒有- 一個汽車- 我們的核電廠還沒有輸出啊- 對啊- 你一個汽車- 要做多少支手機啊- 才能抵得過來- 對啊- 那所以這個看起來- 他的經濟成長的狀況是比我們好- 整體- 對- 那所以反應到幣值上面- 韓環就比我們強了- 所以台幣- 當 - 相對韓環- 相對弱勢的時候- 對- 這個時候台股就會漲- 很有趣啊- 那但是- 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那外資為什麼是- 是流入台幣而不是流入韓環呢- 那這裡面就有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如果今天- 產業上面看起來- 是- 韓國的體質好- 所以那理論上- 它的貨幣應該強勢- 對- 那我們的體質稍微弱一點- 經濟競爭力的稍微弱勢一點- 是- 所以我們比較弱勢嘛- 是- 這個字 - 是從貨幣的結構來講- 是這個樣子- 可是呢- 如果這個時候台灣有題材- 台灣有題材- 台灣有一個短線成長的題材的時候- 是- 是- 是不是會吸引一些- 外資- 外資就跳進來說- 欸 因為你的貶值- 你相對韓環- 貶值到一個程度以後- 對- 他認為不合理了- 對- 他會跳進來買你- 賭你後面會升值- 反而便宜啊- 便宜的時候我趕快進來買啊- 對- 那我們是什麼題材- 那我們當然就是iPhone6了- 喔- 因為iPhone6 - 一個季節性的題材- 或者是說一個大概一季- 或到兩季- 半年左右的一個產業題材- 是- 吸引了外資- 跳進來- 那一方面他買iPhone6的股票- 另外一方面他覺得- 你台幣在這個時候是貶多了- 所以我衝進來要督你後面會升值- 是- 而且他貶- 他進來買台幣- 買到便宜的台幣- 然後呢用台幣去投資- 台股- 台股- 對不對- 兩頭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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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股會雙賺- 嘛- 那我們看- 我們 - 台灣人民也可以這樣賺啊- 沒錯啊- 對不對- 聽清楚啊- 這個都在- 告訴你投資的一些- 那所以你看到的就是說- 前一陣子台幣- 比如說半年前- 今年春節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還覺得無煞煞- 對- 覺得整個產業不好- 是- 然後那時候台股在漲- 大家都覺得- 哎呦我怎麼- 怎麼看起來好像- 好像- 快要刺起來了- 是- 然後就擔心了- 對-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的景氣燈號- 開始慢慢的- 從黃藍 - 變成綠燈- 我們從二月份開始轉成綠燈- 然後你看到的是- 台幣那時候還在三十多塊- 對- 開始慢慢慢慢- 朝二十九塊賣進了- 是- 就是說- 越來越多- 我看到的是- 已經破九千點了- 現在九千五百點了- 我看到的是這個- 哇台股- 不得了- 台股衝到九千五的時候- 九千五哇塞- 事實上我們的台幣也升到- 差不多二十九塊多了- 所以這個- 你看到的是- 外資一直進來- 嘛- 那可是現在- 就是也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 - 正在要- 要達到高潮的時刻- 所以- 也要準備腳底抹油- 所以- 達到高潮的時候- 你必須要小心- 對- 就要付錢了- 那這個時候所以- 你要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 當然台股再衝上去的時候- 理論上它應該需要- 會有更多的外資會進來- 對- 那假設這個時候- 推升台幣- 往升值的路線走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 每一次- 當台幣- 對韓環 - 開始呈現升值的狀況的時候- 所以我們呈現相對強勢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股市就會走弱- 所以這個指標你會告訴我們嗎- 對- 就是台幣對韓環的- 相對的這個- 對- 什麼時候開始在- 我們變強了- 對- 反而要小心- 這個也不用大家- 不用每天監看嘛- 大概你大概一個月看一次- 我們不用看- 問你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比較小心- 那我們擔心這個時候- 是我們什麼時候- 我們就要- 比較小心- 那我們擔心這個時候- 是我們什麼時候- 是我們什麼時候- 開始呈現升值的狀況- 開始呈現升值的狀況的時候- 所以我們呈現相對強勢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股市就會走弱 - 就是當台股- 努力的衝過9500點- 逐漸靠近1萬點- 然後股市很熱- 是- 然後這個iPhone6手機出貨順暢- 當這些利多消息開始出來- 這些消息大概什麼時候會出來- 大概8月- 9月- 會越來越多- 就等於第三季- 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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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可能會達到我們景氣的一個高潮- 漂亮的- 很漂亮的- 數字- 為什麼- 因為去年的第三季很慘- 去年的第三季很慘- 那所以從- 從- 去年第三季很慘- 那所以- 從- 去年第三季很慘 - 用相對基期的角度來看- 今年第三季會有很好的表現- 是- 可是這個好表現- 不太實在- 不太實在- 有很多的變數對在- 對 你沒有更多的元素- 可以經濟的支撐讓它起來- 欸 可是第三季結束的時候- 就接近我們的我們的大選欸-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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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到年底的時候- 年底的時候碰到大選- 同時又碰到一個高級期- 因為去年第四季開始- 這個景氣就往上爬升了- 那所以你在第四季的時候- 你要稍微- 就要特別小心- 分享 - 你要非常留意- 你要非常留意- 那除非那個時候- 整個產業環境- 還有一個台幣貶值的一個空間在- 然後讓- 貶值讓我們的外銷出口產業- 能夠維持很好的競爭力- 否則如果那個時候台幣又很強- 是- 那又碰到一個高級期- 在那個地方擋著- 然後又碰到政治大選的因素- 那個時候很可能台股就要翻轉了- 所以那這個時候就提醒大家- 我們在這邊就先提醒大家- 是- 第三季你還不用怕- - 是- 第四季的時候- 當你開始慶祝光輝的十月到來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比較- 秋一來的時候- 要了解了- 所以今天季中跟我們講的是- 短期跟中期- 短期就是三個月內- 這第三季的一個狀況- 你覺得呢- 你就可以好好的佈局- 好好的投資- 那中期呢- 到了年底了- 跟著我們的金管會主委做- 金管會主委叫我們說- 現在是深深樂觀嘛- 所以台股就要回檔一下- 所以金管會主委 - 算是很誠實的喔- 算不錯的喔- 他就蠻像頭顧老師的- 好好- 那我請教你喔- 那現在如果這樣的話- 表示我們台股- 台幣- 你要從台幣切入嘛- 所以台幣呢- 在之前來講呢- 他算是低的- 是貶值的- 那我們很多的- 老百姓上班族- 連的都是死薪水- 連的死薪水- 連的死薪水呢- 當後來- 他又是- 他又是低的- 又是便宜的- 讓外資進來買的- 那 - 那些死薪- 臨死薪水的人- 我看你們今天呢- 帶來一個故事給我們- 就是這些臨死薪水的人- 竟然還有一個人呢- 可以變成千萬富翁- 當然啦- 我們講的一個人是一個人的故事啦- 可能有很多人- 很多這樣的人- 但是呢- 我相信也不會太多啦- 齁- 今天這個故事呢- 而且是一個阿兜阿- 哎呀- 我看這一期你們的- 什麼字幕月乾- 講了這個臨死薪水- 變千萬富翁- 我的天啊- 這是怎麼樣- 怎麼樣辦到的呢- 好 - 我想在台灣現在大家的沉悶- 很悶的感覺就是- 我們的薪水好像都不動- 我們薪水這十幾年來- 都沒有什麼大的成長- 尤其是年輕世代- 那這個年輕世代看起來- 好像都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太大的希望- 那我們就一直在發現- 可是在我們找尋這種理財成功故事的過程裡面- 都發現- 欸奇怪了- 我們找的這些人- 好像他們都覺得欣欣向榮-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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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覺得欣欣向榮- 都覺得欣向榮- 是啊- 都覺得欣向 - 都覺得欣向榮- 都覺得欣向榮- 人生充滿希望- 他們活在另外一個國度嗎- 台灣有分兩邊嗎- 那就是我們會覺得一個世界只能有兩種人- 是- 那大家都覺得這個國際化- 全球化帶來我的這個薪資越來越低- 好像很害怕要走出去- 是- 可是我們這一期找到的這個- 有趣的人物- 是一個加拿大的老師- 那這個加拿大的中學老師他原來教英文的- 那一個教英文的老師他的薪水也沒有非常高- 是 - 大概年薪大概最多最多- 以加拿大因為他們的薪水水比較高- 他的最多最多我們查過了- 他那個地方的薪水最多最多- 大概年薪到150萬到200萬之間- 可是這個老師卻能夠- 在他今年大概40歲出頭- 對- 他大概不到40歲的時候- 他就存到了3000萬台幣- 存到了100萬美金- 厲害- 他現在已經有大概4500萬台幣- 存到100萬美金- 他現在已經有大概4500萬台幣- 存到100萬美金- 他現在已經有大概4500萬台幣 - 然後他後來離開加拿大- 跑到新加坡的美國學校- 去教書- 教什麼- 也教英文- 但是還教另外一個課程- 叫理財- 新加坡的美國學校- 為他們的學生開了一個理財課- 他來教- 由他來教- 為什麼- 因為這個老師實在太厲害了- 太會理財了- 是- 那學校就覺得- 他的這個理財故事- 非常- 能夠對學生很有說服力- 而且同時他還寫了一本- 暢銷作- 作詞 - 就是我如何把死薪水- 變成1000萬- 所以說- 他不是存出來的- 對- 你剛剛講說- 他存- 他可以存存- 存到3000萬- 存到4500萬- 他不是只有存- 他應該是- 把他的錢怎麼去理財- 做一個理- 那我覺得這個打理- 他的打理是一個全方位的- 是- 他不只是打理錢的這個部分- 他事實上對他的人生- 對他的工作- 乃至於對他的消費- 他都有一些觀念- 我覺得很值得年輕朋友來講-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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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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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去皮 cld charteил ör- 像他他一直跟我們講說他對於買車子非常非常的在意好因為他這個他在這個年輕的時候就在念念中學的時候他就碰到了一個在打工的時候碰到了一個像一個師傅級的人是- 教他一件事去做千萬不要買新車 -". 欸這跟龐德教我得很像 혼im��면龐德也告訴我不要買新車買中古車 他就買中古車 而且他買中古車居然還可以賺錢 我覺得這個就厲害了 買了賣買了賣嗎 轉手賺嗎 他告訴我們一個例子 他說他這個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為了要去墨西哥旅遊 所以他就去買一台中古車 買一台休旅車 從加拿大開到墨西哥 再從墨西哥開回加拿大 搞了三個月 開了大概三千 大概兩千多公里 快三千公里 最後呢 這個車還漲10%賣掉 那這時候他買的很便宜 買的時候就買的很便宜 買的時候買的很便宜 因為中古車的價格的波動 其實是沒有一個公定的價格 所以他有一點市場的行情 看到自己的狀況 車礦 那你只要把車礦保持得好 你看他是為了要去旅遊 他說他算一算 與其租車 不如我乾脆去買一台車 買一台車 旅遊完了以後半年 我就把他賣掉 賺10% 賺10% 我就想說 連這個二手車買賣都可以賺錢 而且他自己買二手車的這個過程裡面 他從年輕到現在 他幾乎都是開二手車 他即使 就是我們可以理解說年輕的時候你收入不高 你開二手車 可是他說他現在都已經有幾千萬 他現在已經快樂去環遊世界了 他還是一樣開二手車 那我覺得就是說他把這個信念放在他人生的價值觀裡面 我覺得這個就跟一般的人就不太一樣 那譬如說這個買車是一個故事 對 然後他很會存錢 他的存錢比例都是70% 70% 就是一個月收入收進來他有70%拿去存 要嘛他收入很高 他收入很高 所以說他的38都用 當老師你知道收入 不高嘛 只是穩定而已 那表示他自己用了30% 那就是他非常節儉喔 他的節儉我就覺得還蠻神奇的 怎麼個節儉也不會是上了幾次廁所才沖一次水吧 不會不會不會 不幹這種事 那怎麼會 第一個他節省的就是交通費 第一個交通費 他交通費了 他怎麼節省 他騎腳踏車拒絕叫上課 這可以理解 一天騎50公里 運動健身節省權 可是問題是到了學校滿身臭汗這樣子好嗎 淋浴就好啦 學校有這個設備嘛 學校有這個設備嘛 然後他這個為了要替自己加菜 去海邊 抓魚 抓辣 去摸辣 去摸辣 真的 去摸辣 要花多少時間去摸辣 不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他舉這個例子 我覺得他只是說 第一個他培養他自己人生的一些興趣 那另外一個 他就尊傑他自己的開支 他會控制一些開支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是一個生活的態度 那你怎麼樣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的支出 然後把大部分的錢存下來以後 開始去做投資 好投資這個才是重點吧 能夠把死薪水變成翻那麼多番的 那絕對是投資嘛 沒錯 那他怎麼投資呢 他投資他其實在當老師的時候 他們在學校他們就組織了一個古有社 古有社 我要進廣告了 先進廣告之後呢 人家怎麼那種古有社 可以這樣子呢 把自己的死薪水呢 翻成三千萬 四千五百萬 朱基忠告訴你 好 那九八星期的 我今天要受邀請教授 又要注意看總編輯 朱基忠在我們現場 基忠你好 你好 剛剛講這個老師呢 叫做Andro 安德魯 那他呢 臨時薪水的一個老師 他竟然可以在38歲還沒40歲之前 他就能賺到三千萬了 他現在已經有四千五百萬了 但是他生活呢 又能存 又能夠享受生活 然後呢 他理財商的重點 我先講一下 他現在人生多快意 真的嗎 我們在今年年初專訪他 專訪他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 我準備要退休了 要暫時離開職場 就是說他以後 他從44歲以後 他不想再以工作為人生的 全部的生活的目的 所以他就大部分時間 他想去跟太太去旅遊 恭喜他 那當然他因為跟你一樣 沒有小孩 所以比較可以自由一點 他先安排了 先去墨西哥 先去墨西哥度假 然後接著要去這個非洲 要去非洲 然後要去馬來西亞的小島 那是他的最愛 然後最後最後 最後 一年以後 他好像 他還要去清賣一趟 你要建議他 他去馬來西亞的時候 不要搭馬行 好不好 這個你記得要告訴他一下 他應該會知道 他應該會知道 然後去清賣 對 這樣大概 他未來一年 大概可能要在四五個地方度 所以平均一個地方大概住兩個月左右 兩個月到兩個半月 然後所以我覺得 開始過這樣的旅遊的人生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會寫一些他的旅遊心得 還有寫一些 他還持續在投資理財 所以我覺得投資理財 對於人的這個很好的一個好處 就是雖然你離開了職場 那可是你把這個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然後那所以你可以無憂無慮 你大部分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去過你自己想過的生活 然後你只要花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管一下你的錢 這樣就好了 我跟你講這個實在是太棒 因為我跟我太太的計畫其實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重點 我們沒有小孩 所以說不用一直在那邊擔心 這交易都跟你過 跟你不一樣 你是有責任感的父親 那 我們呢 我們想法 等到幾隻貓 去當天使之後 這是我跟我太太去環遊世界的時候 而且我們想好的計畫 其實跟她的那些想法很像 其中有一段是我太太想 她說我們要去再到美國或加拿大 然後弄一台RV車 然後我們就開著車 先把美洲好好的玩一玩 然後這個車可能也花了半年的時間 然後再去一些 我們現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太太愛漂亮 所以很怕曬太陽 但是呢 等到她不再愛漂亮了 年紀大了 可以曬了 那到時候再去 像非洲啦 像這些地方 原來的地方 一聽起來 就是像我曾經帶她去過一次埃及 哇 她說你帶我去我就可以離婚 你埃及喔 哇賽的 我跟你講 那個太陽是從四面八方來的 不過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這樣的一種計畫呢 絕對是人生的一件好事 對不對 但是她前面就要 但是問題是 你準備好啊 沒有你當你要做這樣的準備的時候 其實你前面要開始培養 培養 你要習慣 習慣性的 比如說你說這種理財的功夫 你就要培養 然後你要習慣這種到一個地方 住兩個半月三個月 然後住到爽了 你就走了 是 然後那你可能這樣不斷的巡迴 然後去尋找你下一個 底圖的這個標的 而且最重要在這些之前 一定要就是一個像朱基宗這樣的好朋友 他才能告訴你怎麼理財 那在古有社呢 你要不要講啊 那他們跟老師組了一個這個古有社 他們其實不算古有社 就是股票研究社 他們就是 不是古有社嗎 那就是大家一起投資 然後一起研究股票 所以她25歲 25歲的時候 她就已經賺到她人生的第一個150萬 那很年輕啊 25歲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是她很早就開始工作 她開始投資理財這件事情 她開始研究這件事情 所以她12歲就開始送報賺錢 然後她19歲投資人生第一檔股票 所以她花6年時間賺到第一個150萬 所以她不斷的研究股票 然後她開始去看哪些股票適合投資 然後她去研究 當然因為她投資了美國股票 我覺得跟一般的我們的國內的朋友 比較不能夠 是 效法 能夠理解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她也碰到很多的騙局 是 馬多夫 類似這樣的東西 對不對 把美國的股市整得七文八素的 對不對 那她曾經碰到一個什麼 她有一個朋友 跟她講說 有點像我們的紅元 吸金的 一個月月息10% 一年不就是120%嗎 是啊 哇 她覺得說 她一開始聽的時候她覺得 這個騙效欸 這個是騙局 對 可是當她的朋友 穩穩的一年都拿到配息的時候 她開始相信了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就是說她本來覺得說這個傢伙騙了 所以這個半年就倒了 結果沒想到 我的朋友去她穩穩的拿到一年 拿到一年之後她開始研究了 她覺得說這個模式到底是怎麼樣 這家公司到底為什麼可以這樣穩穩一年配息 然後開始 等到人家拿到一年半的時候 她調進去 哇慘了 慘了 三個月之後就掛點了 這樣子 那賠了多少 賠了大概50萬美金 哇賽那很重傷欸 因為她把她的錢全部砸下去 重傷重傷 那所以我覺得她這個故事就提醒我們很多人 你如果覺得是有問題的 寧願不要碰 因為人生你會碰到太多投資的機會 我真的覺得人生有太多投資機會 這個跟交女朋友不一樣 是嗎 交女朋友的時候要稍微猶豫一下 因為下一個不見得會更好 真的嗎 你對你的老婆你敢講這句話嗎 下一個會更好 所以我有第二次婚姻了 來來來來來來 這樣講好像 你的意思是說要怎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個 沒有 人都看緣分 看緣分 那但是投資 投資真的 錯過了就錯過了 不要覺得說 我錯過了 上次沒買可惜 這次一定要給她買下去 你買下去可能就中獎 對 所以這個 Timing Timing很重要 那他就是 因為有曾經碰過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就覺得說其實有很多不穩定的報酬 其實你不要相信他 所以他越來越相信一個穩定的報酬 所以他在投資股票的時候 他很重視一件事情 我怎麼樣把我的獲利鎖住 那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也可以跟大家來討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現在全球股市其實也達到了一個高潮 對啊 那股市不斷的往上漲的時候 其實大家要懂得如何見好就收 那他怎麼做呢 他就做了一個股債的平衡 來 這個聽不懂 就是他用股票跟債券 去讓他的整個獲利能夠維持住 所以他讓他的這個股票跟債券維持一定的部位 好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30歲的時候 他覺得他的這個股債 股票應該是佔60% 債券應該佔40% 然後當你的股票往上漲的時候 你的股票部位很可能 隨著你的股票市值一直增加 你似乎會漲到70% 80%去 那可是每次到了70% 80%的時候 他就把股票停利 擺掉 把他轉到債券 回到讓他變成64比 可是債券之前曾經一個大崩盤 那一樣 當債券好的時候 你的債券是不是部位就會往上漲 就會漲到超過4成 那這個時候你要把債券獲利了解掉 轉到股票來 讓他變成一個自然的平衡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 因為通常大部分的時間過去都是 股債常常是互持的 就當股票好的時候 代表利息可能會升高 那債券就會不好 那這個時候債券就會跌 所以你把你的股票部位 如果你就是用一個 這個比例分配的原則來維持的話 那這樣他就是照著這樣 股債平衡比的方式去操作 那過去他還選股 自己去研究啊 我就說組織股 這個投資研究社 然後去研究股票 後來他發覺 這樣越來越麻煩 我乾脆投資指數好了 就投資股票指數 所以他就債券跟股票 他都用ETF來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去買 譬如說他買生技股 他就買生技股指數 科技股他就買科技股指數 他看好墨西哥 他就買墨西哥股票的指數 他就是買用一個ETF 用指數 來打造他的股票組合 跟他的債券組合 然後用股債的平衡 來控制他的獲利 可是那個timing實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他timing 最重要的timing是 看賺的獲利的趴數是不是 對就是看你市值增加 就是你的總資產的比例 當你的哪一個資產的比例上漲 然後另外一個資產相對的 降低的時候 你就把破例的拉過去 然後讓他自動平衡回來到64 那比如說他現在要退休了 他可能他就不會變成股票那麼多 他可能股票比例降低 他可能股票變成4成 債券變成6成 那所以他就一直控制這個比例 所以他只負責控制這個比例 那一旦股票漲多了 他就把股票賣掉 然後把這個錢放到債券來 那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熟悉這樣的操作 是為什麼 其實你放在債券 債券我必須再提醒大家 我們你剛才講到債券會大跌 債券會大跌的一個原因是 在某一個時間點上 它的價格大跌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長期投資者 你今天就是報這個債券 報到去配息 你為了是要拿他的利息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看到 如果這個債券給我的價格 配息水準都是6% 7% 是我要的那個利息水準 我只要去拿那個息就好 它的這個價格的水準 我根本不要管它 我不要管它 我就一直領息嘛 那因為你一直領息 勢必它一定比你的定存收益要好 大概一年才6% 6% 7% 對 可是這個是一個穩定的收益 那相對來講 你股票你是不是有可能賺到15% 25% 30%都有可能 是是 好那譬如說我們現在股票 我們設定我們的挺力點是在15% 那意思就是說 當我的股票漲15%上來的時候 我的比原來的64%的這個配比 我是不是就會多出來 變成55%了 對55%了 我就把它賣掉 我就把那個多出來的部分賣掉 賣掉以後就把錢轉到債券 OK 你即使債券它的收益是比較差的 可是你還是有6% 7% 是 所以你讓你的總資產是一直在成長 這個總資產一直成長 才是我們要追求的 OK 我先進到廣告 廣告之後呢 繼續聽朱季忠來分析 好 為了9%新聞 劉均耀瘦又又 注意跟總編輯 朱季忠在現場 你好 你好 剛剛講到股債平衡法 那這一個方法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有聽 但是可能還不太懂 因為呢 以順耀的理解來講 你的股票呢 跟債券 它是有一定的輪動嗎 如果它沒有一定的很周期性的輪動 那你把股票漲的 然後呢就放到債券去 這樣子就有道理嗎 好 我們先解釋一下 你最擔心的就是說 哎呀 我股票在漲的時候 債券在跌啊 債券在跌 那所以我把錢放到債券 對嗎 幹嘛放到一個跌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我剛才就先解釋了 債券它的跌 它只有某一個短暫的時間會跌 就是那個價格 譬如說升息的時候 利息大幅狂升的時候 它會跌 可是利息大幅狂升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也代表我未來發的債券 配的利息會更高 所以我新發的債 其實我就不會被這個影響到 那所以你只要當債券價格大跌的時候 其實是你記得任何資產大跌的時候 都是你可以買進的時候 那當股票大漲 債券大跌 這個時候股票會不會漲多 一定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通常人的心理會在 股票大漲的時候期待它無限的上漲 然後債券大跌的時候期待它無限的下跌 但事實上不會發生 那真正會發生的事情是什麼 就當債券股票大漲的時候 漲到一定的幅度的時候 你把它賣掉 因為大部分的大戶都會覺得 要把它賣掉 賣掉為什麼 是因為他看到債券一直跌 跌到一個不合理的價位 所以他的人生都在早 跌到一個不合理價位的資產 要去買進他 所以他變有錢人 沒有錯 有錢人就是這樣想 就是這樣想 那所以 我們就要跟著有錢人這樣學 所以當股票市場在好的時候 你就要去想 我回頭 我不知道 好到什麼程度是我該賣的 那我怎麼辦呢 我就回過頭來 看我自己的比例 我的部位的控制的比例 這樣我了解了 如果我控制部位的比例 我本來就是控制我的股票要在六成 這個時候它已經漲到七成 或者八成了 那時候我就應該賣一點掉 就賣一些股票掉 那賣一些股票到當債券這個時候不好 不好的時候你可以不馬上買 那你也可以等它跌的時候再買 也OK 但是你至少你已經把現金空出來 那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當股票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把債券賣掉再來買股票 這個其實是不對的 好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應該 你的債券即使在跌 你就放在那裡 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股票在漲 那漲上來了以後 那你只是把你股票賺的那個部分 你要看什麼時候要把它拿出來 OK 因為股票漲完了 接下來又可能是債券的天下 所以這個就像一個悄悄板一樣 它會一直在輪動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時候 當股票市場非常好的時候 我們最近也可以看到 整個股票市場很好 可是新興債券也很好 新興債券也很好 所以我去年 以我今年來講 我去年買的這個東南洋的股市 開始漲上來了 可是我的新興債也漲上來了 那所以現在它是同項在漲的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 我怎麼辦呢 我要賣哪一個呢 我一樣我就看比例 就是你的六四比 六四比或者七三比 或三七比都可以 你自己去定 那你自己定 你就控制這個比例 但是以它來講 以這個成功的例子來講 它是定六四比 對 因為我要跟大家講 那我訂九一比 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很保守的話 是 比如說你如果今天是一個年輕人 才三十歲不到的年輕人 你就九成股票 一成債券 OK的 好 那你 如果已經要退休了 你當然就倒過來 是是是 不過這個東西 大家自己去拿捏 不過這個故事呢 都在這個支付月刊裡面 大家有興趣來去參考一下 今天非常感謝朱基東到我們現場 謝謝